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蔡马娱乐新闻》 还有几天就会举行年度马坛盛事 浪琴标香港国际赛事 香港街市决战来自日本、法国 和爱尔兰的海外名区 肯定是连场激战 我都有在Facebook看他们下机的片段 马仔真的很乖很定 不过我很好奇 究竟他们下机的成果情况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就由专人来解答你 有请特派记者陈雨鲁 鲁鲁鲁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鲁鲁 现在我身处在香港国际机场 其中一个空运中心 让大家看看现场的环境 现在是晚上大概九点多钟 我和设计团队准备好 迎接香港国际赛事的海外赛区到保 不过由于检疫的标准程序 所以我们全程都会穿着这件保护衣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四面围栏的特製小平台 其实作用就是用来防止马仔走掉 一会他们离开了货机之后 就会走出用来运载他们的马仓 之后就是经这个平台 再慢慢走上去马会的运马车 马匹上车之后 就会直接送去西田马场的检疫马房 他们终于到过了 乘搭了这么久的飞机 看着精神还是很不错 明天他们就会在晨操亮晨 去被展香港国际测试 原来赛区来香港坐赛 真是要过几关才来到 而这个标准检疫程序 就算在疫情之前一样都这么严谨 确保赛区的健康和安全 那底部安顿好之后 就当然要积极被战了 星期日就是浪琴标 香港国际赛事的大日子 已经到达香港的海外参战马 这两天都陆陆续续亮相晨操 一起看一下他们的被战情况 早两天 刘顿和祖仔在宿舍外的草地摘营 模拟一下郊外露营的感觉 啊 近排刘顿好像中意了亲亲大战 既可以锻炼身体智 又可以放松心情 迎接战战 期待reflection的一哥表现更加醒神啦 浪琴标国际骑士錦标赛 即将在明晚举行 而星期一就举行了骑士配马 结果公布仪式 四场配搭终于揭晓 加持实有一番激斗令人期待啊 大家又觉得哪一对人马配搭最有实力呢 诶 导演恩有两不座骑都是新姓马 看来形势大好啊 希望他可以为女骑士作出领的突破 奪得冠军啦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他与马坤同分 神雕合类一起捧起冠军寶座呢 就等星期三晚浪琴标国际骑士錦标赛揭晓啦 这集差不多啦 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